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镜节目 法国在菲律宾展示其战斗机 重申捍卫航行自由的承诺 法国驻马尼拉大使玛丽·芳塔内尔表示 法国将迅速应对亚太地区的任何人道主义或安全危机 并且正在努力达成一项防务协议 以允许更多联合演习 法国空军的年度任务PEGA携带两架阵风战斗机和空军货运飞机抵达菲律宾 展示其空中交友能力 法国和菲律宾已经开始出部队地位协议进行初步谈判 旨在为双方部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演习提供法律框架 同时美国和日本宣布将重整驻日美军指挥结构 以提升联合军事行动的效率并扩大共同生产防空导弹 以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每日双方强调对中国行为的严重关切 并重申对台湾局势的关注 中国对这些联盟建设和军事演习表示强烈批评 认为这可能引发对抗 拓坏地区稳定 菲律宾方面则表示 这些演习和联盟旨在增强防御能力 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亚太的蓝天上 法国正以惊人的力量展示其捍卫航行 与飞越自由的决心 周日 法国驻马尼拉大使玛丽方塔内尔满怀信心地 在菲律宾强调 法国将迅速应对该地区的任何人道主义 或安全危机 这次展示中的亮点 无疑是两架法国制造的 阵风超音速战斗机首次在菲律宾降落 这让克拉克空军基地一时成了全球焦点 法国空军准将吉约姆托马斯在新闻发布会上 描述了这些战斗机如何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游戏改变者 它们使我们能够走得非常远 非常快 并能够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或安全危机时迅速反应 托马斯强调 而从法国迅速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能力 将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极大帮助 法国的这次行动并非针对特定国家或局势 方坦内尔澄清道 他进一步指出 法国与菲律宾正在努力达成一项防务协议 这将允许法国部队参加更多联合演习 这项协议的初步草案预计在9月份完成 成为未来谈判的基础 图了展示其军事力量 法国还邀请了包括美联社在内的一些记者 乘坐空中客车400M货机 亲眼见证其空中加油的关键能力 这一展示虽然应湍流中止 但充分显示出法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决心 与此同时 菲律宾正积极努力增强自身防务能力 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建立安全联盟 这一策略旨在应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日益强硬的行动 保护菲律宾的领土完善 就在本月 菲律宾还与日本签署了类似的防务协议 并正在与加拿大和新西兰进行谈判 中国对这一系列行动反应强烈 中国警告菲律宾不要与日外国家截火 称这些军事演习可能引发对抗 破坏地区稳定 然而菲律宾军方官员驳斥了这批评 强调这些演习和联盟旨在增强马尼拉的领土防御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与此同时在北半球的另一端 美国和日本也在调整他们的军事部署 以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日两国在近期的二二安全会谈中 宣布将重整驻日美军指挥结构 以提升联合军事行动的效率 并扩大共同生产防空导弹 归谈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 劳埃德·奥斯汀 以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 牧原忍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这一重组旨在促进在和平时期 和紧急情况下的互操作性和合作性和合作 新的联合指挥部将由一名三星上将领导 而非日本要求的四星上将 这一细节彰显出双方在细节上的协商和妥协 重组后的驻日美军将成为 日本自卫队联合作战总部的重要对应机构 该总部计划于3月前成立 以统一日本的陆海空三军指挥 这一举措被认为对日本的威慑能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日益强势行为 和北韩和威胁的局势下 声明中特别针对中国 两国表示北京试图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 重塑国际秩序并对其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这份声明还强调了对台湾局势的关注 明确指出台湾的政治过渡 不应被用作挑衅行动的借口 美日双方的会谈中还首次涵盖了扩展威慑 这是一个用来描述华盛顿承诺使用核力量 来威慑对盟友攻击的数 这在日本是一个敏感话题 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 并一直推动核武器不扩散 在这次会谈之前 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与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 申连希举行了首次由东京主办的三边防务会谈 并正式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会议期间防务首长们对印太地区 特别是南海的最近海上和空中军事活动进行了评估 他们重申了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 并对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表示关切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首长们还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 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合作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谴责北韩最近多样化的核运载系统 并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此类行动 同时三方还正式化了一项三边协议 将制度化三国防务当局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 布林肯和奥斯汀将离开东京后 与菲律宾举行安全会谈 这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南海并对中国日益强势的行动中的 又一个重要步骤 布林肯在老挝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这次会晤再次显示出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王毅批评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 尽管过去三个月在外交金融、军事、执法和气候变化方面增加了双边交流 但这种遏制没有显示出任何减弱的迹象 布林肯则重申 华盛顿及其伙伴希望维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这一系列动作背后 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亚太地区 无论是法国的战斗机降临菲律宾 还是美日联手应对中国与北韩 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在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 这场大国之间的博弈 无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持续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法国在亚太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方面 重申了其坚定的承诺 并展示了其先进的军事力量 以证明其快速应对任何人道主义或安全危机的能力 法国驻马尼拉大使玛利·方塔内尔强调 法国正在推动一项防务协议 以便在菲律宾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 同时法国也在扩大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 法国空军的年度任务 Pegase此次包括两架阵风战斗机和一架空客A400M货机 这些飞机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降落 展示了法国空军的战斗力和空中加油能力 法国空军准将吉约姆托马斯表示 这些战斗机为法国空军提供了迅速部署和反应的能力 尤其在亚太地区发生危机时 法国和菲律宾正进行部队地位协议的初步谈判 这将为两国部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演习 提供法律框架 同时菲律宾还在与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日本 进行类似协议的谈判 以增强其领土防御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强硬行动 中国则对这样的联盟建设和相关军事演习 表示强烈批评 认为这可能引发地区对抗、破坏稳定 菲律宾方面则表示 这些演习和联盟旨在增强防御能力 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宣布 将重整驻日美军的指挥结构 以提升联合军事行动的效率 并扩大共同生产防空导弹 以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此次重整是美日2加2安全 会谈的主要成果之一 会谈由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以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 防卫大臣牧原忍参加 美日双方计划将驻日美军 重组为一个联合部队总部 以促进平时和紧急情况下的互操作性和合作 重组后的驻日美军将成为 日本自卫对联合作战总部的重要对应机构 该总部将于3月前成立 新的联合指挥部将由一名三星上将领导 而非日本要求的四星上将 这一措施旨在提升驻日美军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并顺利进行联合演习和行动 双方还重申了加速日本获取战斧导弹的承诺 并改善在远程导弹采购方面的合作 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 中国的行为是印太地区最大的战略挑战 声明对中国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行为 表示严重关切 并指责其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 经济和军事胁迫 声明还提到 台湾的政治过渡 不应被用作挑衅行动的借口 这是对中国在台湾周边 进行军事演习的隐晦指涉 此外美日部长级会谈还首次涵盖了扩展威慑 这是一个用来描述华盛顿承诺 使用核力量来威慑对盟友攻击的术语 这在日本是一个敏感话题 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 并一直推动核武器不扩散 在会谈期间 美日韩防务首长们分享了对印太地区 包括南海 最近海上和空中军事活动的评估 并重申他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这种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防务部长们还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 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合作表示关切 并谴责北韩的核运载系统测试 和弹道导弹发射行为 总体而言 这些动作显示了美日同盟 在面对亚太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时 正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协调 以维护区域稳定和国际秩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我们要谈谈法国在菲律宾展示战斗机的意图 以及捍卫航行自由的承诺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 法国这一动作显示出其在捍卫国际法和全球安全方面的决心 法国不仅仅是在展示肌肉 更是在向世界表明 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自由航行不容侵犯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公海上航行 而法国正是依照这一原则行事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法国是个无私的圣人来着 其实 法国的行动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的 法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扩张 无非是想在这个战略要的有更多的存在感 以便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不落下风 这就像你去别人家吃饭 还带了把大刀 说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结果呢 大家都开始疑心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谢琪琪 你这种说法未免有些阴谋论了 来点数据吧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的数据 法国在全球武器出口市场排名第三 其在亚洲的武器出口已经显著增加 这次展示阵风战斗机不仅仅是展示实力 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 你总不希望国际关系像权力的游戏那样 全是背后捅刀子吧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差点以为法国是来卖平底锅的 不过 让我们现实点吧 法国这次在菲律宾展示军力 无非是想让亚洲国家更多的依赖 它的军事技术和装备 这就像是个商人带着样品到处跑 说是给大家提供安全保护 但实际上是在推销自己的产品 你提到的CIPRI数据 恰恰证明了法国在军火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些展示和合作指不过是其商业策略的一部分 好吧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动机权是商业性的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由与平等的捍卫者 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的抵抗运动 法国人民一直在为公平和正义而战斗 这次在菲律宾的行动 也是其在国际舞台上履行责任的一部分 无论是通过武器展示还是军事合作 法国都在向世界展示捍卫国际规范的重要性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都快以为法国是披着斗婆的超级英雄了 事实是 国际政治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正如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说过的 政治领袖的每一个行动 都有其背后的谋划和算计 法国这次在菲律宾的展示 无论如何包装 都脱不开其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的意图 说白了 就是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 来捞取自己的一杯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本期的亚洲大眼睛要来一场环球大冒险 从法国飞到菲律宾 再绕到美日联合军事行动 来看看这些大国之间的军事动作与战略部署吧 首先 我们从法国进军菲律宾的空军年度任务Pegase开始说起 法国这次可是使出浑身解数 派出了两架超音速阵风战斗机和一架空中客车A400M火机 这么大阵仗 法国驻马尼拉大使玛丽方塔内尔还特别强调 这不是为了找麻烦 而是要在亚太地区捍卫航行和飞越自由 说白了 就是表达一下法国的存在感和对地区安全的重视 但这可不是一场简单的秀场 这样的军事不属意味深长 尤其是在菲律宾这个地理位置上 这里可是南海争端的中心地带 菲律宾总统马克斯Jr最近也在积极扩展与美国 亚洲和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 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强硬立场 虽然方塔内尔表示这次行动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样的行动怎么能不引起中国的注意呢 接着我们来到美日之间的2加2安全对话 这次对话的重点之一是要重整驻日美军的指挥结构 让驻日美军的指挥更加高效 并加强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你要知道美国在日本可是部署了超过5万名美军 这些兵力是印太地区的一大支柱 但这次重整指挥结构 也意在让这些部队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特别是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行动 美日的联合军事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美日双方还承诺要加速日本获取战俘导弹 并扩展联合空对地远程导弹的合作 这些武器装备可是日本提高自身威慑能力的重要手段 对应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明确表示了对中国行为的严重关切 这些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对于台湾问题 他们更是明确指出台湾的政治过渡 不应备用作挑衅行动的借口 看来未来的亚太地区可不会太平 美日这一连串的军事部署 无疑是对中国和北韩的一种警告 但这样的动作也很可能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特别是台湾问题上 中国一向态度强硬 这次解放军发言人张小刚就明确表示 如果台湾红线被越过 北京将采取行动 这样的警告无疑让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未来的发展 总的来说 本期的军事大动作让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紧张 法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展示和美日重整联合军事行动 无疑都是针对中国和北韩的战略部署 这些行动的背后 既有大国之间的博弈 也有对地区安全的顾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将会如何发展 这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话题 期待下期的亚洲大眼睛 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这些国际大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子是RyuDyu 网友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